龟老师在性格上来说 他非常的乐观 开朗 然后对人非常的真诚 很快能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就是人缘特别好 对 然后在学习一个科研当中 他非常的自律 就是非常刻苦努力 首先他自己就是 喜欢断然身体 就是他会很有毅力 就是长时间的一个坚持吧 就是包括他其实在报名寒冷员之前 他也是比较爱这个跑步啊等等 还有爱好就是 他可能有点小爱好吧 比方说他喜欢写字 对 对 有毛笔的 也有硬笔的 他会有时间他就会写日记 就以前其实我跟他也 以前住一个宿舍 就是有段时间住一个宿舍的 就是晚上的时候 他会自己安静的坐在桌子前面 就是把今天的一些事情啊 感悟都会记录下来 所以说 他这个日记本也挺厚的 就是能记录一下他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嘛 还有就是我昨天也是刚知道 其实他在航天学训练之间 也在写日记 对 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的 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在工作当中他非常有就是有任性 有任性 就比方说我们刚读研的时候吧 就是我们老师给我们安排的项目 都挺有挑战性的 挺有挑战性的 就是就可能要学习一些 比较难的 或者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数学知识 然后他就非常认真的去看 他的那个书啊就翻了就很旧了 然后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这种笔记 就非常认真 然后如果有这个自己不太了解的啊 就跟人讨论 对 他学习 确实是非常认真